共争议持续延烧 流性保姆黑历史遭一一其地 知名作家柳飘飘在脸书发文 公开流性保姆曾向网友所讨免费物品 对话内容里流性保姆提到 孩子原生家庭困苦 身为寄养妈妈只能自掏腰包 或是寻找免费品分享 这让流飘飘忍不住抨击 虐童保姆段数很高 非常善于卫装 就把说来的种古物品可能早就被转卖 而流性保姆所讨免费物品还不止一次 因为事件一曝光 有妈妈在类群组提到 曾被他索讨七八项高单价物品 包含推车跟杯筋等 如今想起 不知道拿了民众爱心之后 有没有好好使用 开开住新家了 开开遭到领略死亡 从头部牙齿到四肢都有伤痕 也让人不禁想问 如此折磨一岁半的男童 究竟是为了什么 附近邻居透露 两姐妹暴力行径 似乎早有端倪 小时候都会欺负他们隔壁 等我们的堂姐妹 就会打他们 就可能比他们大个五六岁 六七岁 我们要在本月才上 是十个太多这么幸福 附近邻居透露 这对姐妹为了争夺家产 不择手段 原来流姓保姆爸爸有三兄弟 身为幼子 从母姓姓沈 因此流姓保姆姐妹一出生 本来姓沈 但为了跟流氏家族争夺 曾祖父留下的房产 才认祖归宗改回姓刘 我们一次要赶 他都要反充起了 让人生之后也好 他还会参加一些奇奇怪怪的秘书 有姓保姆姐妹人缘不好 附近邻居都说 会对幼童下毒手 恐怕早就有机可循 进行